哈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客服助手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话 五一回来了 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东西的话是一个客服助手 对大家 其实它不单是一个客服助手 它是就是针对聊天的话 可以有增加我们的聊天速度 就比如像我们有要重复的 主要是客服比较更适用 因为它我们要做一些重复的回复 或者是一些东西 比如我们有客服的性质 这方面的话 用到的话 就这个话软件还是很实用的 好吧 那我们直接说不好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吧 我们还是老规矩打开微信公众号 开心blublu或者小江claw 我们进入里面回复一下关键字 客服助手 我们下载一下 我们下载一下 大家如果是自己没有这个IDM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下载一下 这个还是很方便很快的大家看到 如果不知道 我记得以前没也是老话题了 没用这个IDM下载这个东西很麻烦很慢 我们直接打开看一下 好 我们还是把这个 这个拿过来吧 好 这边的话 感谢一下这个 这个大神啊 就是他 我看他的介绍 他是自己在 在公司里面的时候 有这个需求吧 其实这个东西 实际上不是很难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其实 我也可以写 很简单 只是我没去写这个东西 还不是吹牛 这 还是感谢这位大神吧 他的功能 比较简单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他就是一个 类似于粘贴板的东西 只是人家去做了这个东西啊 大家看一下 打开完之后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这个小图标 这个小图标 我们点击一下左键的鼠标左键的话 大家看到 这边就有很多的一些 这就是一些快捷的聊天吗 他这是介绍了对不对 还比如快捷键 什么是快捷键 打开什么列表 这是一些功能介绍 这是直接写在这个文字里面 方便大家操作 然后这边是图片 他们我们这个 这还是没有添加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右键点击一下 然后就可以添加这个图片 或者是那个了 比如这个有序号 对不对 我们可以添加 添加一个6 我们比如说 关注 关 关注 小 墙 啊 比如这种啊 我们添加进去 对不对 啊 啊 修改成功 那我们点击看一下 把这个关了 对不对 这就有第六个了 啊 其实前面的四个一样也可以改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他怎么用啊 他的用途很强大 他就像那个粘贴板 啊 比如我们现在是一个文档 对不对 我们新建个文档 我们一个个来测试啊 啊 比如我们要重复一句话 对不对 我们直接把这个啊 点一下就可以了 点一下 这个啊 图片是一样的 我下面只做文字的演示 对不对 去先我们先获得焦点 或者这个文档的焦点 然后把它弄过去 对不对 啊 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 啊 然后我们那个聊天啊 比如我们现在打开聊天工具啊 比如啊 我们用这个文件传输来测试吧 好吧 啊 比如现在我们啊 对方我们现在这是聊天 对不对 比如假论我是客服 或者对方是个客户 我们要回复一段啊 就是固定化的术语 我们就可以把它现在设置好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啊 直接就回复了 是不是啊 这就回复了 对不对啊 图片也是一样的 走这边没设置啊 就不跟大家设置了 就是啊 工具原理很简单 但是确实很实用 啊 还有简 啊 就什么 这怎么来的简单 不简约 是不是有这这样一句广告是啊 我感觉可以用到这个啊 工具上面来啊 还是很感谢这位大神的一个啊 制作跟分享吧 啊 我一下忘了这个名字了 嗯 然后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是我 我好像有那个名字的啊 叫什么 我一下就记不得了 反正很感谢这位大神吧 然后在啊 我和我就是说我这边再声明一下 我就是分享的这些很多资源都是啊 呃 大家就是说一些大神写的 然后啊 偶尔我有空的话啊 其实这东西我也可以写啊 不是我好像有点有点自恋了啊 有点卖瓜了啊 但是实际上是如果我有空的话 我也会 我也是这个计划的 那前段时间我写的那个语音合成 我就准备在后面帮大家再做一个专门的我的工具箱 我在后面有空的时候会写一些啊 实用的小工具吧 可能功能很简单 但是就是大家比较实用的东西 我会集成在那边啊 希望在我有空的时候我把它完成把这件事情实现完成吧 好希望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吧 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啊 这边有相当于先做个预告吧 好吧 那好像有点啰嗦 呃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会喜欢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